呃能夠拿到這個獎我要特別謝謝 編劇 因為你們的關係 可以寫出淑女這樣子的劇本 讓一個四十歲的女生有機會 啊F**k 今晚金鐘最高潮 欸曾保姨我朋友我得獎 謝謝評審 我知道真的超級不容易的 一定是 我大概知道票數差的不多 可是 呃能夠拿到這個獎我要特別謝謝 編劇 因為你們的關係 可以寫出淑女這樣子的劇本 讓一個四十歲的女生有機會 啊F**k 對 今晚金鐘最高潮 對 好 有網友說你得獎作品叫 看過我 真的要跟觀眾澄清 因為我那年也是入圍兩部戲 然後也是一坦言一文 然後後面的話我都聽不清楚 因為旁邊都歡呼一下 上台前 我上台接過他的腳之後 我還說 你請問我是哪一出啊 結果就被很多網友說 然後就是一種就是 不冤枉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那個字幕是 後製上去好不好 有 我接下來現在就是在寫 一個關於女演員的故事 跟今天晚上的場景很像的故事 對 我希望怡萱可以演 對 我希望 是剛剛那個吐仔那一段 對 他一直都是 我心目中很想合作的演員 幹嘛去全台灣人都知道了 那我說那一段是高潮 真的 算了啦 沒關係 算了啦 算了啦 我們就在下面都覺得你太可愛了 算了啦 有網友說你得獎作品叫 我現在還沒有時間上網那個 那是 屬妳的天堂 屬妳的天堂 欸 錯了 不錯了 屬妳的天堂 對 我們現在往上 對 我覺得會 對 我覺得會 對啊 因為剛剛一路走過來 所以就已經 對 剛剛沒有人放過我 所以我有一天改變的都是 都是妳的 妳這種 放過我 放過我 我其實我跟你講 香檸檬 放過我 妳上去的時候我就有預感 妳會 我知道我剛剛有把這件事情講 對 然後我想說我要不要叫妳 但是因為太歡呼聲開 我想說 算了 這樣 因為剛剛所有人都說說 就是 就是那個叫聲就是 帶夠了她 沒有理由 這真的要跟觀眾澄清 因為我記得我那一年 拿那個迷你劇集女主角獎的時候 我那一年也是入圍兩部戲 然後也是一喊嚴一文 然後後面的話我都聽不清楚 因為旁邊都是歡呼聲 然後所以那一次是辛儒頒獎給我 我上台前 我上台接過她的獎的時候 我還說 妳請問我是哪一書 結果就被很多網友說 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種 就是 不冤枉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那個字幕是 後製上去好不好 在電視機裡面看是後製 我們現場根本沒有字幕 根本不知道是哪一書 但我比妳聰明 我有問 先問 所以妳知道妳跟我一模一樣的 是台下的人跟我說的 對 我是直接問百獎人 哈哈哈哈 四歲了 沒關係啦 還要做自己 就OK 就OK 謝家庭 謝